皇帝父母的名分 内阁首府杨廷河 竟然对家庆皇帝的苦苦哀求 无动于衷 一个实习近视 胆敢对位高权重的杨廷河 死谈烂打 不依不饶 那么 这是杨廷河不通情理 还是皇帝小渡机场 敬请关注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 方志远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明江西广是第四集 李是打出来的 十五岁的少年朱厚聪 先是天上掉馅饼 后是误打误撞 成为明朝历史上的第十一位皇帝 嘉靖皇帝 然而这个代价 是他必须要称洪志皇帝为皇妇 而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 自己的母亲为叔母 这让嘉靖心里十分不痛快 但是这个决定 是对他有拥立之功的实权人物 杨廷河所坚决支持的 这让少年嘉靖虽然敢怒敢言 却抗争无力 天无绝人之路 就在嘉靖束手无策 左右为难之际 一个位卑言轻的心科进士 让少年嘉靖感到重见天日 那么少年嘉靖最终又是如何确立自己父母名分的呢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方志远教授 做客百家讲餐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明嘉靖往事第四集 李是打出来的 当杨廷河一开始 让嘉靖皇帝以太子的身份 来继承皇位的时候 他肯多是考虑到 红治皇帝的感情 因为这个红治皇帝在文官心目中 地位太高了 他考虑他们的感情 甚至可以说 当他一开始提出 让嘉靖皇帝考红治皇帝 也就是称红治皇帝为皇妇的时候 皇考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相信 他仍然是考虑这种感情 但是当张冲提出这个辩理书 一套一套的理论提出来以后 杨廷河他们还是坚持自己的这一套 我们就不能完全用他对红治皇帝 或者说正代皇帝的这种感情来进行解释 这里头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到面子问题 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经常碰到的事情 明明知道错了 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 我就硬扛着 坚持不改 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而且在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 在我们现实里头所看到的往往还地位越高点贡献越大点 他换这个糊涂换这个糊涂换得更厉害 杨廷河当时大概就换这个糊涂了 他仍然在坚持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么一个杨廷河 一个什么样的杨廷河呢 他如此的不讲道理 他如此的固执 他如此的不通人情 是这么一个人 所以我们又要问了 你不再不断地说杨廷河 他在郑德年间他组织朝政 难道这么一个糊涂的人 这么一个固执的人 而且这么一个不讲情谊的人 他怎么能够组织朝政 所以有些事就是这样难以理解 但是说出来我们可能又好理解 我们可以斩钉切铁地说 杨廷河他不是一个糊涂的 他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 恰恰相反 他是明朝中期最著名 最能干 最有才华 也可以说是最正派的政治家之一 他是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也不得了 他是四川新都人 这个四川新都现在在哪里 现在已经归成都管了 所以他用现在的地名 他应该是四川省的成都人 十二岁中军人 十九岁中近史 这个十二岁是什么概念 小学毕业的概念 一个小学毕业的 这么一个小孩 他中军人 至少我在读明史里头 还没有看到第二个 比他更年轻的举人 十九岁中近史 十九岁什么概念 十九岁的概念 是高中毕业生读大学的概念 他十九岁就中近史了 中近史以后留在汉林院做史官 这是个少年得志的 但是他虽然少年得志 但是不得以忘形 他一步一个脚印 根据明史的记载 他关注的是什么事情 关注的是国家的边疆的大事 关注的是老百姓民生的大事 关注的是国家的典章制度 他关心的是这样一些东西 所以就在他在汉林院做史官的时候 汉林院的学士们对他都非常器重 明朝有个非常著名的中期的文学家 叫李东阳 李东阳是正代年间的首辅 但是他一看到杨廷科 大致意见 说如果比文章我可能有意义自成 但是如果比管理国家 这个才是国家的动量 杨廷科他是这么一个人 而杨廷科担任首辅 他管理国家大事 正碰到一个胡闹的皇帝 碰到一个破坏国家的皇帝 和国家捣乱的皇帝 正得皇帝 大家可能会问 你怎么能够说皇帝是搞破坏 这个国家都是他的嘛 政绩国家 你怎么说皇帝在搞破坏 实际上不但是中国 就是世界历史上也有一批专搞破坏活动的皇帝 这就跟一个家庭可能会出败家子一样 当然 我们说的这些搞破坏的皇帝 这些坏的皇帝 如果从人来说 从一个纯粹的社会人来说 他也许不是坏人 这个就是矛盾 他可能还是一个好人 可能还是一个善良的人 一个同情理的人 一个对朋友仗义的人 他可能是这样一个人 正得皇帝 实际上是这个人 但是 我们一旦把他摆在皇帝的位置上 一旦他做了皇帝 他也仗义 他对他喜欢的坏人来仗义 那你说糟糕不糟糕 他隆忍着这些坏人干坏事 他就在搞破坏 或者说 他对他喜欢的好人仗义 他不断给他们不应该得到的好处 这就破坏了社会的公平 你说他是不是搞破坏 所以说一个皇帝 他如果不遵守国家的制度 他如果在破坏国家的公平 使这个国家 这个政府 在民众之中 失去了一手公信力 你说他是不是破坏 他就是破坏 虽然皇帝在搞破坏 但是 这个国家由于有杨廷和在这里主持 尽管这里农民闹齐 那里藩王搞谋反 但是整个国家没有大的动荡 这个功劳是谁的 这个功劳就是杨廷和的 历史上的杨廷和 并不是一个糊涂的不讲情理的人 只不过杨廷和对前朝红治皇帝 正德皇帝 具有深厚的感情 所以他才坚持让家境皇帝 称红治皇帝为皇妇 称他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为叔父叔母 然而一般人会想 皇帝称谁为皇妇或者皇女 应该是他自己的事 杨廷和何必在这件事情上 插一杠子 事实上 此时刚即位的家境皇帝 对这件事情有些无能为力 因为当时的杨廷和 位高权重 对这个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杨廷和特别是在明武宗去世以后 他决策用兄中帝籍的这个原则 把家境皇帝从安禄州请过来 他避免了一次皇位的纷争 而且在皇帝还没有来之前 明史记载的非常清楚 搬着纸头涮 正德皇帝哪几天死的 家境皇帝哪几天做皇帝的 一共三十七天 在这三十七天里头 人们竟然没有感觉到 这个国家没有皇帝有什么不方便 你看看 他的功劳就大了 而且即使家境皇帝做了皇帝 这个国家还是他在把动 所以他在这段时间里头 他至少为国家做了三件大事 哪三件大事 第一 大舍天下 免除 正德年间老百姓 拖欠下来的税粮 种田就要交粮嘛 当然我们现在国家彻底把这个废除了 几千年的工粮全部废除了 但是当年 每一某田都要向国家交税的 但是天灾人祸是经常的 所以拖欠田粮 拖欠钱税 也是经常的 但是你今年拖欠了 留在明年 你明年要交 明年就更重 拖过了明年 后年交 又更重 所以怎么办 所以有些老百姓就等着一个事情 等着一个什么事情 等着国家大舍天下 全部免税粮 一般在什么时候大舍天下 一般都在新老皇帝交替的时候 杨廷和做的这个大舍天下 是所有的人都高兴的事情 为什么 地主高兴 因为他有田地 田户也高兴 那地主少交钱粮 免交钱粮 田户的负担也减轻了 官员也高兴 为什么高兴 哪个家里没有集谋博地 都是地主 所以这是一件大好事 所以在当时 大舍天下 免除天下税粮 对于混合当时的社会矛盾 减轻人民的负担 它都是有好处的 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 割除正德年间的击毙 就是割除遗留下来的问题 我们如果说大舍天下 这是全国人民都高兴的事情 那么割除击毙 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得罪人的事情 为什么这样说呢 对国家来说 这些事情是一些问题 是一些弊病 对人民来说 这些事情是一些弊病 但是 所有的弊病 所有的疾病 它一定给某些人得到了好处 一定有一部分人 通过这些疾病 得到了他们不应该得到的利益 这个问题严重就严重在这里 你给这一部分的利益 那很容易 皇帝一句话 给他们了 但是 他得惯了这种利益 你要剥夺他这种利益 那就是福口巴牙了 那他要跟你拼命的了 尤其是在正当年间 在锦衣卫 在宦官的各个衙门 有十四万多 拿空想的 名字挂在那里 但是他们是些什么人呢 可能是国子监的奸身 可能是街头上打靶子卖艺的 也可能正在做手工业的 也可能正在做生意的 人不要都跑到哪去了 但是领粮食的时候来了 当然不一定十四万人都来 有很多是带领的 冒领的 还有 宦官在当时是一个大问题 而且那些有权的宦官 他自己没有儿子 他招干儿义子 那么这些干儿义子都给他一个官干干 所以这样一来 给国家的制度造成很大的困难 杨廷和要解决的就是这些问题 但是杨廷和顶着极大的压力 把这十四万多领空想的全部割除 把宦官的那些义子干儿 那些不应该得到的官职 把它降下来 甚至把它彻底割除 他做了这件事 第三件事 铲除不安定因素 这是杨廷和干的第三件事 那么哪些属于不安定因素 实际上刚才我说的 已经有不安分因素 但是还有 是哪些呢 郑德皇帝喜欢胡闹 所以他就把他那些关系好的朋友 用北京话来说 那些哥们都收为自己的干儿义子 那这些人是些什么人 是御马建的勇士 是边 边疆在边疆打带兵打仗的一些将领 把一些将领 一些勇士 收为义子干儿 那么这些人呢 跟着郑德皇帝下落 推动郑德皇帝下落 引导郑德皇帝下落 所以郑德皇帝 如果我们说他在破坏国家 这些人是跟他一起破坏国家 这个也很难理解 你看看 如果郑德皇帝一个人折腾 他折腾得起来吗 他没办法折腾 一定有一批 尽管郑德皇帝对这一批兄弟很仗义 甚至临死之前 临死之前 还有临终于言 什么临终于言 他临终于言说 过去的事都是我干的 跟他们没关系 你看看多仗义 但是 你皇帝仗义 大臣们不会像你一样仗义 皇帝闹事 我们没办法追究你 你这些跟着他闹事的 一定要追究责 所以这一批人 皇帝一死 他们人心就浮动 人心就晃 就觉得皇帝一死 他们的利益被剥夺 另外 朝廷会不会对我们有什么不利 这样一来 这就造成了一种观点 当然杨廷和可能也会采取另外一种办法 当然也可以有 说是既往不咎 但是不能既往不咎 为什么呢 因为这批人留在京城就是一个祸害 所以杨廷和团结了各种力量 当然也包括宦官的力量 他采取了各种手段 当然也有非常规手段 也采取了这些手段 如果我们说阴谋规计也可以 把这一批动乱分子通过各种方式把他们抓起来 然后猝死了几个 这样一来 顺利地帮助了嘉靖皇帝登上了皇位 同时也保证了嘉靖初期这种社会的安定 所以他干了这么多的事情 客观地说 杨廷和对嘉靖登上皇帝的宝座和国家的平稳过渡是有贡献的 但是人性的弱点是功劳一大 地位越高 他的位子就摆不正了 杨廷和此时也摆不正位置了 不管嘉靖怎么哀求他 不要改变自己对父母的称呼 杨廷和都没有给皇帝面子 这时候 一个实习近视张聪 适时地提出了便礼书 他要为皇帝打抱不平 连皇帝的面子都不给的杨廷和 对张聪当然是置之不理 然而 这个张聪竟然比皇帝还难产 他的激进做法 竟然让杨廷和防不胜防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张聪一看 你不理我 不理我没关系 我跟皇帝直接对话 所以他写了第二份便礼的书 这份第二份便礼的书不叫便礼书了 它叫做大理或问 我们不是在意大理吗 我就对你杨廷和进行质疑 我继续向你挑战 不但这样 他还喘着自己这份咒书 跑到了我们刚才说的 奉田门的外面 来到左顺门旁边 我们要问他跑到这里干什么 这就说明朝一个典章制度 明朝的官员们向皇帝打报告 汇报工作 他的咒书都是通过一个衙门递进去的 那个衙门叫什么衙门 叫通证师 从这个衙门登记 然后落步 然后送到皇宫里面去 是通证师 但是 为了皇辈 有大臣 有奸臣 把别人的重要咒书留下来不发 那怎么办 于是就有这个左顺门 如果你要重要的公文 紧急文书 认为必须送到皇帝手上 可以在这里进行投递 那么在这个左顺门 受理官员投递紧急文书的是什么人 全是宦官 他有一个专门的机构 叫文书房 文书房的宦官 专门受理 这样一些紧急咒书 这个文书房的宦官都是有文化的 他们的老师 他们学文化的时候 大体上都是大学士们正在教的 他们是对皇帝绝对忠诚的 而且他有一套落步的程序 所以大家认为 实际上也如此 只要是紧急文书 主要只要是从左顺门递进去的 给文书房的范官传进去的文书 皇帝都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得到 所以 张冲才到这里来 他要把自己这个大理货问 作为紧急文书投进去 直接让皇帝看到 那么也就是在左顺门的附近 还有一个建筑 这个建筑内阁在内的办公 所以张冲来到左顺门 杨平和立即知道了 他自己不骗去阻拦 这么高的身份 怎么跟一个实习近视在来争吵 这个也太不像话了 他让汉林院的几个年轻的近视 去劝阻他 要他不要上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也许这几家年轻的官员 可能也赞成张冲的观点 当然也可能他们看到 张冲的这一幅义无反顾 凶生恶煞的样子 谁也不敢出来 结果 这份咒術送到了皇帝手上 皇帝一看 非常高兴 张冲又出现了 立即把张冲这个咒術 下给杨世奇 杨平和 让内阁 你在意 你看人家是怎么说的 但是杨平和对张冲的大礼货问 又是孜子不离 皇帝一再要他们提一件 他们不提了 因此双方就僵持在这里 杨平和 与嘉靖皇帝张冲双方 斗得不亦乐乎 你来我往 实在是热闹非凡 然而 双方却是相持不下 而这时候 嘉靖皇帝的母亲 已经到了北京的东大门通州 准备风风光光的来做太后了 那么 当嘉靖皇帝的母亲听说 儿子不能称自己为母亲 只能称自己为叔母的时候 他又是如何应对这种尴尬局面的呢 就在这个时候 圣母来到了通州 就是蒋氏 嘉靖皇帝的母亲 兜了一个圈 到了通州 应该说 这个太后来到通州 来到北京 她是信冲冲来到的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而且我过去还说过 这个家族在安禄州 已经安全着陆 人家也未必想到北京来 但是话说回来 儿子做了皇帝 母亲来做太后 那是多么光荣的事情 所以她也愿意来 尤其愿意来的是 这个蒋氏 她的家乡在哪里呢 她就是北京大新线人 她三十年前 和她的丈夫到胡广去 做王妃 三十年后 儿子发达了 做皇帝了 她回来做太后 这是典型的一级幻想 史书上没有记载 但是我在这里推测 她在家乡的亲戚朋友 我想恐怕也来到通州 来迎接 但是到了通州以后 北京的信息一传过来 打了她一门棍 她自己的儿子 要称别人为皇父 而自己的儿子 称自己的丈夫为叔父 而称自己为叔母 这个人可丢不起来 这个面子丢得太大了 兴冲冲来做皇太后的 冷不丁 说做皇帝的皇宿母 那太不像话了 我们过去也说过 这个蒋氏也是不好冷的的人 她是非常有个性的 家境皇帝的个性 可能很大因素上 寄生了她母亲的这个个性 所以她袖子一甩 只要我丈夫的尊后 哪一天没有搞清楚 只要我儿子的归属 哪一天你们没有跟我弄明北 这个北京我不去了 太后我不做了 我回安禄去 太后是这么一种态度 太后的态度 给家境皇帝极大的鼓励 母子同心 当然从明史记载 家境皇帝听说母亲不来北京 明史用了三个字进行记载 文儿气 听说母亲不来 她哭了 这可能是家境皇帝在大礼仪过程中 无数次的委屈的眼泪里面的一次 但也可能是她最后第一次 所以她不跟杨廷河纠缠了 她直接找那个皇太后 这个皇太后姓张 孔治皇帝的皇后 郑德皇帝的母亲 现在是称为皇太后 她直接找这个皇太后 给皇太后撂下一句话 既然我母亲不来北京 那我也不在北京待下去了 这个皇帝我不做了 你们令请高明 我跟我母亲一起回到安禄去 应该说这是家境皇帝 他能够用得上的最后的一个砝码 最后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杀手锏 他只能这样做了 在家境皇帝母子这种强硬的态度面前 同时也在张冲那个 极其有分量的变大理的这个理论面前 杨廷河扛不住了 他开始撤退了 但是这个撤退是有限的 这个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得到 政治家谈判 他都是一步一步退的 一步一步进的 你不可能一下彻底的失败 也不太可能一下彻底的胜利 他退一步 退哪一步呢 他先解决张冲 在殿里书里面提到的第三个问题 他倒过来解决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说师母皇太后 不是就要到京 你让皇帝称她为皇宋母 难道让皇帝的母亲来拜皇帝吗 他们先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以皇太后的名义下了一个玉子 下一个什么意思 让皇帝称他自己的父亲为 本身新宪帝 五个字 什么意思 本身就是 是由他生的 这一步承认 本身 什么叫新宪帝呢 因为家庭皇帝的父亲不是封藩王 封藩新王 他死了以后给了一个嗜好叫宪子 所以新宪帝 提高档次 不叫王了 叫帝了 你应该满足吧 让家庭皇帝称自己的母亲 为什么呢 本身新宪后 也有本身两个字 本身新宪后 提高身份了 不是王妃了 是后了 但是 沦南得称 洪志皇帝为皇考 或者说皇父 事情闹到这一步 杨宁和他们退了一步 家庭皇帝和他的母亲 也得退一步 事情都慢慢来 你不能一直僵下去 他们也退一步 同意这样叫 所以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 大臣们上书 皇帝自己发布诏令 就称自己的父亲 叫本身新宪帝 称自己的母亲 就称本身新宪后 而称洪志皇帝 就称皇考 称洪志皇帝的皇后 称太后 是这样臣服的 这是一个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 双方妥协的下一个结果是 公开站出来 支持嘉靖皇帝的张聪 被杨廷和外放到了南京 而嘉靖皇帝的母亲 最终也来到了北京 按理说 一切应该风平浪静 然而嘉靖皇帝 对于这个结果 却并不满意 他时时刻刻 寻找着翻盘的机会 而这个机会 一档就是三年 那么这个机会 到底是什么呢 嘉靖三年的二元 杨廷二退休了 杨廷二一退休 大理异地 这样一个障碍搬出来 搬出来以后 怎么办 他嘉靖皇帝 就把张聪的人调回来了 调到北京 唯以重任 然后开始公开和反对派官员摊牌 摊牌的事情发生在 嘉靖三年 七月十二日 在这一天 大家上朝 他又在左顺门 让犯官宣布他的一个手谕 这个手谕怎么说呢 三天以后 也就是七月十六号开始 所有的人打报告 都应该称我父亲 皇考 献皇帝 称我的母亲 圣母 皇太后 必须这样称 这个旨意一下 那就开了锅了 文官们以为尘埃落定的事情 被皇帝又翻起来了 这不是又胡闹吗 他们认为皇帝在胡闹 所以尽管杨丁河已经退休 但是所有的衙门 都提出反对意见 但是皇帝不理睬 马上七月十六就到了 所以在七月十五日 官员们在散嘲以后 开始讨论 怎么办 有几个激进派的官员就提出 我们联合起来 向皇帝起愿 这是个很大的事情 在这里头其主导作用的 是杨丁河的儿子 叫杨胜 杨胜正在汉林院做修传 一个史官 编史书的官 他就公开站出来 提出了一句口号 国家养世 百五十年 藏节死亿 正在经历 什么意思 国家养我们这批人 养知识分子养了一百五十年 明朝建国一百五十年 藏节死亿 现在国家碰到微乱观塔 我们这是死神取义的时候 就在今天 他这么振逼亏 拥抚的人就更多 有几个官员跑到金水桥 就是现在天安门外的金水桥 那个时候叫陈天门 跑到那里干什么 因为已经散嘲了 散嘲以后大家要回去办公 所以这些人跑到金水桥栏挡住 大家都回去 回去干什么 回去情愿 如果谁不回去的 我们现在就揍他 打他 所以这样一来 集中了两百多个人 六部的上书 六部的侍郎 督察院的督御史 大理事的政卿少卿 汉林院的学士 还有六科基石中 十三道监察御史 两百多个人 七刷刷跪在左舍门前 皇帝一听到这么多人请愿 那还了得 他派势力建议去劝这些人回去 但是 这些人不回去 从早上一直跪到中午 大家想想看 龙历七月十五 从晨时一直跪到 跪到五十 也就是从早上七八点钟 一直跪到中午十二点来坐 越跪 皇帝越不理 不理这些人 忍不住了 于是有人打门 有人哭喊 所以家境皇帝想 我本来要孝敬 孔子皇帝 孝敬他的皇后 而且这是我们家里的事 你们这些人吵吵唠唠干什么 不是公家借我的底吗 于是他心一啃 牙一咬 这些书呆子 不吃敬酒吃华酒 私里建圈你们回去 不回去 让锦衣卫伺候 锦衣卫什么人 锦衣是专门保卫皇帝的 锦衣是专门替皇帝抓人 打人的 所以卢郎四虎的锦衣卫校尉 一下子冲到左宋门前 四品以上的回去 五品一下的丢到监狱里头去 左宋门事件 解决了 但是还没有处理 过了两天开始处理 怎么处理法 四品以上的停发薪水 叫发凤 停发你的薪水 五品以下的怎么办 停葬 什么叫停葬 把这些人从监狱里头拎出来 拎到五门外 趴在石板上 用金条打屁股 当时就打死了16个人 一百多个人受到停葬 当时打死16个 打死16个还不罢休 有人告密了 说那个时候大家都准备回去的 结果有几个人捣蛋 裹挟大家 威胁大家一起来请愿 家政皇帝一问 谁顶头 说杨胜 家政皇帝熟悉 杨胜不就是杨廷何的儿子吗 你老子 迷老卖老 你算什么 拉出去打 所以杨胜等七个人又一次拉到五门 再打 当场又打死一个 这个事情叫左顺门事件 这个左顺门事件是大的一个转折点 一个分水点 从此以后 支持杨廷何的那一派力量 就基本上销声力气 那么就在这些挨打的官员救死扶桑的时候 家政皇帝重新发布一套预定 什么预定 要求所有的人 所有的文献都称自己的父亲 黄考献皇帝 称自己的母亲圣母皇太后 称孔子皇帝叫什么 黄伯父 翻过来了 这样一场大礼仪 应该说与国际民生毫无关系 但是他折腾成这么大的事件 这个事件结束了 但他的后果极其严重 后果什么严重呢 我们中国一句名言 在枪杆子里头出政权 政权是打出来的 但是这个时候18岁的家政皇帝 从左顺门事件 竟然悟出了另外一个道理 不仅仅是政权 不仅仅是皇权 甚至意识形态 礼仪 都是用棍子打出来 这个后果极其严重 它导致了家经一朝的政治走向 本来这个时代 经济正在繁荣 本来这个时代 社会正在进步 社会正在多元化 但是政治就走向专制了 所以非常严峻 那么下一步 家政皇帝 他应该罢手了吧 应该好好管理国家的事吧 但是还不是这样 他觉得这件事情还没有了结 他该报的恩还没有报 该报的愿还没有报 那么他怎么继续报怨报德的 我们下一次再说 一位失忆的近视 在六年多的时间里面 走过了别人一辈子 在观察上可能也走不完的路 一位有功于国家的政治家 竟然在退休之后 落得个削植为名 家破人亡的结局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引起的呢 敬请关注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 方志远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明家庭是第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范大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范大学